华夏创意文化交流协会 乔楚会员 齐聚开启第三届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我是华夏创意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许美言 今天是2024年1月10号 虽然是个冬天 但是在高雄非常的温暖 是个有艳阳天的一个天气 所以说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员大会 已经是第三届第二次了 我们创会到现在已经进入第十个人头 这个会员大会召开起来 大家在这个好的温暖的天气的帮助之下 大家会员来了也都非常的踊跃 也非常的开心 那么也准备要迎接下一个冬天新年了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会员大会 主要的目的 其实我们是一个例行的会议 但是虽然是例行的联会 但是我们对于每一年新的年度开始 都有一个对过去的一些检讨 跟未来的策划 希望说能够多办这样子两岸的这种交流 然后彼此互相了解 还是很希望说以后能够 就是比较长的往来这样子 这是我希望 113年1月10日星期三 下午在林黄庸餐厅 隆重举行第三届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这是协会成立以来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各届会员将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文化交流的未来发向 我们协会已经整整十年了 要准备迈入第二个十年 回头看这十年 协会里面做了很多活动 也举办了很多各种的班次 对于艺文界文化界 贡献了我们协会的心力 在未来的十年 我们除了要强化 我们自己国内相关的文化团体 文化组织加强合作交流与外来 我们也要促进大中华地区 这个我们相关的固有的文化 我们中华固有的文化的交流 这是我们的愿景 就是书法啦 还有带学生们去他们的学校参观 看他们的学校的各方面 让我们也能够学习 代表大会将由协会理事长许棉岩领军 全体里坚士集结与高雄共同参与这场充满深度 与广度的文化盛事 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下一代比较不认识 然后就减少了这样子的一个交流 所以这个是我很忧心的地方 我是希望开放以后能够多多的往来 这是我的期望 会议主要是主演于加强两岸文化交流 推广协会在华夏地区的文化创意领域 更上一层楼 那么今年开始呢 我们也希望在一个好的兆头之下 把这个会呢 会晤重新的把它在蓬勃地发展起来 那么在年初的时候呢 我们刚好就已经规划了很多的一些节目 比如说与两岸之间的交流 还有学术上的 还有文艺上的一些交流访问 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在规划当中 那么今年的大会呢 我们也很高兴 也吸收了很多的新人 在大会里面呢 也要跟大家来共同的介绍这些新人 让我们会里面呢 能够挹注一些新的生力军 把我们会里面的大家共同努力 把会晤和他的蓬勃地发展起来 理事长许棉言表示 协会层次邀请各界人士踊跃参与 共同见证这个充满创意与活力的 会员代表大会 华人新闻高雄采访报道